那我自己覺得呢 我應該是適合 XX色調 那最好的是XXX 不是嗎? 啊? 我沒問了 嗨 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 個人色彩檢測這件事情 我知道有非常非常多 YouTuber 都做過這件事情是不是 反正這個主題就是 不同人做會有不同的感想 韩国也有中文的检测 只是说预约不上 所以时间快到了才在那边预约 所以这次预约都是韩文的 色彩检测这个东西 每一个人的肤色其实都适合的颜色不太一样 像有些人可能是适合暖色调 有些人适合冷色调 所以这个检测就可以帮助你知道说 你比较适合什么样的颜色 这样你之后再搭配你的衣服之类的 就可以更适合 就不会让你的脸看起来很暗淡 那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适合偏冷色调 因为我之前在染头发的时候 我不是染过很多颜色吗 什么五六七八种颜色都染过 我个人觉得我在染冷色调的时候 看起来比较亮 我自己在选衣服的时候也是 我都喜欢挑一些比较低饱和度的 像是黑色啊白色啊灰色啊像这种颜色 检测之后就可以知道 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结果 我现在在小提罗都要站了 然后我刚刚吃饱饭 然后现在要去卸妆 没错 因为这个测验是要用原本的肤色 而不是你化妆的肤色 我卸妆了 我现在是singer 哈哈哈 有吗有差吗 我是化妆摆吗 还有妆摆吗 有迹人都还在适合 在传统里面的适当时 什么眼前呢 你再烉 rôle 好吗 有 prophe评论吗 有 pow优优优独播 至少 就是 你又 comed了 非常好的 蜜蜜的 你们是什么 第三是重点是肯定的肯定的肯定 第一是肯定的肯定的肯定 今天要注意自己的眼睛 正確чно seriousness 是有些眼睛 兩個的眼睛 好像蒸王 甜點 有小元的眼睛 有時候 și 這адошtиной 向前 Playstation 醒腳 連明白 はい 我會想想,可以用更多用的 或者,可以使用更多用的 我會想想想想想要再次用更多 最後是,溫透和高了 我會想想想想看 今天精度分兩種 首先,它是最明顯的 但是,我看起來要比起 而明顯的 如果要明顯,屏幕變得變得很明顯 人家讀會非常深的 肌肉也很淺 只要穿着脆的衣服,就会被冰箱的脸 就会被冰箱,就会被冰箱的脸 就会被冰箱的衣服 这脸色很漂亮 那就会被冰箱的衣服 然后,色混合在脸色或脸色的衣服 真的吗? 我会冰箱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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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会冰箱的衣服 我会冰箱的衣服 你们会冰箱的衣服 如果穿上了一件事,就不太好,不太好 顏色的顏色是顏色的顏色 肯定是顏色的顏色 所以有些粉絲的感觉 有些粉絲的感觉 現在是顏色的顏色 顏色的顏色 顏色的顏色是顏色 顏色的顏色 顏色的顏色 但黑色的顏色 顏色的顏色 顏色有顏色 我們常緣兒 顏色的顏色 顏色的顏色 顏色 顏色是 Selectyn FM 全部選上顏色 顏色、左衣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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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去搜改 Group的平衡 而且比一些正常感? 到底arent Entscheid症 超好自己的一cher 就是有健康感 我现在很健康的位置 下方SAN SAN cesa到處理绩的� bopen особ賊重要 gurus 水 кол 出色 再 без浓漫的粉色 未经历过的皮色 есп barely找到 水明亮底部 哇 熊頭 就熊頭那一体 熊頭 熊頭에는 凌年是冬跟冬 也有冬跟冬 熊頭上放了 冬跟冬跟冬 冬跟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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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的 冬 冬 把词 我用 叶식的颏色牙 叶 message ReiBongX 各人用撈大线色 紫色比起來不公开 它颜色比较比色 是比的是紅色比较好 右边用的是 Rita 主好是橮色比较重 因为天空中的視盈收 剩下的暗色和陽色是樓打 thief 可是QA étant黑色比较添 還有深深就去用銅色 äg方面也不堅持 所以 drawing,四色的色,是有色的色 有色的色是白色,是白色的色 是有色的色 有色的色 你会更为是有色的色 本色的色 有色的色 是白色和色 有色的色 但不是比较的色 如果是白色的色 算是透明的 Asda的色 这个顶抖达的色 用颜色 塞 constructed 2 藤色除了 ores色除了藤色 хف 就是褚色除了 特別的 可是 hon 配� первый 色除了 呃 合 НА 他 還要 刷 're 也可以伸 interchange hast czas cli 像上 不知 去搞什么 还是 rotates 那么 这个 one 又 能看 那个 都本的人 请 ��는 穿 上 ד 不斷的狗封骨和狗封骨 不斷是自由 如果你在那里啟是自由的 有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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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标好 我是瑞士 可以 是 複雷 是 複雷 是 是 那 是 是 那 是 多分 同樣 都是黑 如果你是比較少的方便 所以要開催你的人 你會這樣 這張相關好 這張相關好 這張相關と一般 這張相關 看你這是什麼 這張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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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挺好 不่? oo 我仲仲仲婴再 republic 不不不 不不不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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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在看 很不 很快 很像 queian it clio 的 真的 我接着 很 츠外的地方 街上保有更多顏色 我看你穿上了 我真的有髒匀 你不覺得我可以把髒衣服 對 那我肯定會把髒衣服 我肯定會把髒衣服 我肯定會穿上去 我肯定會更多髒衣服 我肯定會髒衣服 我肯定會讓髒衣服 我肯定會更多髒衣服 以上就是我这次去做个人色彩检测的结果 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好了 因为他后来有传一个整理的档案给我 但是我这个档案没有办法直接公开给你们看 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不是就马上开始做颜色的那些东西不是 他先帮我做我的皮肤检测 明度是属于中间偏亮 色调的话是比较偏黄的 有一部分是比较偏红的部分 最直接影响的是化妆品的选择 然后接下来就是衣服的颜色 所以我的皮肤色调测出来 颜色系列呢就是 春天 我居然是春天人 我也是没有想到 我以为我是冬天 我以为我是winter next level 我没有 我不是 我是春天 暗风 色调就是春夏秋冬都有再细分三个色调 我是很强烈的春天 所以他就有举一些例子给我 我适合什么样的色 比如说红色啊橘色啊 比较可以参考的kpop idol呢 他居然先讲到的是我们拥挤耶 哇我最近一直在看看节目天哪 然后还有倾向 然后前面也有讲到relevant joey 然后后面还有再举一个例子就是new jeans的明姬 但是我其实今天最惊讶的是我原来不适合灰色 我超级多灰色的衣服 尤其是最近真的买了一大堆服装的范例 比较适合然后真的是比较鲜艳的颜色这样 然后可以再搭配一些比较重的黑色 不适合的就是加入灰色调 接下来这一部分呢他还有帮我测我的头发 他说我不太适合太亮的颜色 就是比较适合那种深棕色 橘棕色这个颜色是最推荐的 比较深的橘色我的确没有染过 下次我一定可以试试看 接下来就是化妆品的部分嘛 我们刚做了非常非常久的测试 比较适合我的 比如说粉底啊 眼影啊 唇彩啊 然后甚至腮红 好烧哦好烧哦 我等下就要去买 我立刻要买 我立刻要结账 我立刻 眼镜的颜色也有推荐 有推荐说比较适合金色边框的这种颜色 隐形眼镜 这个部分居然他也有推荐 我觉得超级酷的 都是比较偏橘棕色或深棕色这样子的放大片 然后还有指甲 指甲也有推荐 他真的是超级细 指甲的话他也是推荐那种比较大胆的颜色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红色 橘色 黄色 其实我有感受到这件事情 因为像我现在呀 手上的这个颜色就是那种 比较嫩黄色 超级显黑 不太适合我 他连accessary就是饰品的部分 他有就是推荐颜色 哇这个部分我真的是有吓到 因为我的几乎都是银色居多 但是银色却是最不适合我的一种饰品颜色 最适合我的呢是金色 我觉得很酷的是 之前我请我妹帮我挑适合我的饰品的时候呢 他就是都是挑金色居多 所以其实第三人这样子来看我的话 的确他们会发现金色比较适合我 只是我自己很固执的在喜欢银色这样而已 OK 他居然连香水都有给我test耶 他只有给我闻就是我几个有没有比较喜欢的香水味 闻出来比较喜欢的都是那种比较清爽的 然后就差不多这个整份报告书有大概14页这样 非常非常的多 收到觉得哇真的是 而且他是马上就发给我了 我真的觉得很惊喜这样 你们以为色彩检测完就结束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除了你们刚刚听到一些心得以外呢 我后来陆陆续续买了很多 报告出来说适合我的一些化妆品 首先呢是买了这个 CLEO的KILL COVER GINGER这个颜色 就是他说跟我的肤色是非常搭 自己凡希的这一个水光系列 他真的超爆贵 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个腮红 非常非常便宜 MISSHA的这个腮红 我后来看了一下我的腮红们啊 都跟他这个颜色有一点点小小的色差 所以我后来就用了这个 然后唇彩呢我首先是买这个Colorgram Tuck的 他超级难造 因为他好像是比较久以前的色号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全世界大缺货的东西 就是这个 Dior的这个唇彩 他这个色号非常适合亚洲人 真的非常的好看 而且是这个牛仔的限定包装 非常的喜欢 我总共就买这些啦 没有很多 因为其他像是眼影 其他眼影盘的颜色应该都是有 然后眉毛的话我也有超多支 也有很多盛咖啡色 眼线的部分呢 他说要用黑色 YES 我有一大堆 今天粉底是用季凡希的这一款 唇彩是用Dior的这一支 今天画完的妆是长这样 感觉妆容用对颜色的话会更干净 今天这身衣服没错了 是在虾皮上面买的 哈哈哈哈 很便宜 超级便宜的 光是这样给你们看不太准 直接好不好 我在台湾又找了自助拍照的摄影棚 再拍一组照片 然后跟以前的照片这样子 直接比对起来 你就知道那个差异了 感谢您的观看 好的 以上看完 before and after的部分是不是差很多 对我之后在选择衣服的颜色 化妆品的颜色上真的非常有帮助 我知道韩国好像有中文的检测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去韩国玩也可以去检测看看 那如果你也会韩文 我跟你讲 在韩国直接预约韩文的色彩检测是最快的 因为中文的服务比较少 大概韩文的非常的多 你可以去预约 那我会把我去的那一间负债资讯栏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 让大家喜欢的话呢 记得按订分流 很多影片都记得要去看咯 我们等下期再见 拜拜